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妃和锦妃的侄女 因为锦妃的疼爱 自幼就在宫中长大 和溥仪经常一起玩耍 很有青梅竹马的味道 她也是少有的美人胚子 唐怡营二十岁的时候 锦妃作主将她许配给十七岁的溥杰 中国有女大三豹金砖的说法 不过用在溥杰夫妇 估计是不适合的 唐怡营眼中的溥杰 是缺乏男儿乞丐的 不够成熟的 可是皇宫不比民间 一切都要服从政治的需要 福威锦妃和侄女唐怡营一起游玩喊见证 1924年1月12日 唐怡营和溥杰完婚 唐怡营成为了晚清的末代皇妃 唐怡营才冒双全 又是相红其少有的美人 成年以后 原本首要选择就是进宫给皇帝做皇后或妃嫔的 最大可能性就是 嫁给溥仪 可以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当时 晚清寇宫的争斗也是不减当年的 最主要一点 太妃们并不喜欢唐石霞 无奈相 只能嫁给了溥杰 难免心中不满 溥杰 唐怡营和锦妃中间 溥杰反见和赢 唐石营成婚过后 经常和社会上的风流帅哥混在一起 也包括张作霖的长子 风流涕躺的张学良 并且唐石营过门后 还是一样的蛮横霸道 妻子的体系温柔都没有 普及的家人都对她十分不满 她出生名门 身份高贵 呼呼 又是首掌十全的锦妃 养成了她自视甚高 凡是以我为中心的性格 除为唐石营罕见婚纱照 十分的美丽动人 唐石营积极鼓励普洁远赴日本留学 在普洁留学的七点 唐石霞和浙江军阀卢永相知子卢 小家在一起 还将北平纯新王府的大批的财务盗走 原本两人婚姻都十分不幸福 闹成这样 只能分道扬镳 离婚收场 唐依颖离婚后没 嫁给张学良 只是他们一阵子卢小家的情妇后 不得已远走香港 成为了一位画家 而普洁去了日本皇室近亲之女 唐依颖好贼妻 婚姻美满 相敬相爱 除为端康太妃前作者唐依颖左衣 婉容 文秀罕见和影 唐依颖比婉容有气质多了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